今天,我们要来学习另外两个后避孕母, 音和翁。 下面,我们来学习后避孕母,音。 在发音这个音的时候呢, 要先发音的音, 然后慢慢地变成鼻音。 来,小老虎,跟着老师一起读。 好,我们用一句歌谣, 记住这个后避孕母, 熊鹰展翅鹰鹰。 记住它,熊鹰展翅鹰鹰。 很好,老师这里又要给大家介绍一个整体认读音节了。 就是在鹰的前面加上声母, 一,就变成了整体认读音节, 鹰。 来,跟着我读音,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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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好,小老虎,你再带着小朋友一起把音的四声来练一练吧。 好的,小朋友跟我一起读第一声,鹰,第二声,鹰,第三声,鹰, 第四声,鹰。 嗯,小老虎读得真好。 来,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东西里面都藏着我们刚刚学过的拼音吧。 来看看哪些东西里面都藏着我们的小铃铛。 小朋友们学会了吗? 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儿歌《小铃铛》。 用一话。 好,下面呢,我们来学习后鼻音母,鹰。 在发鹰这个音的时候呢,要先发呜的音, 然后慢慢地变成鼻音。 然后慢慢地变成鼻音。 来,跟着老师一起念。 翁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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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翁。 很好,让我们用一句歌谣来记住这个后鼻音母。 红苹果。 红苹果,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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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好吃的红苹果。 翁,翁,翁,翁。 嗯,来,跟着老师一起把翁的四声来练习一下。 第一声,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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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第二声,翁,翁,第三声,翁,翁,翁,第四声,翁,翁。 好的,下面呀,我们一起来看看哪些东西里面都藏着我们刚刚学过的拼音吧。 来看一看,找一找。 果冻甜甜又清凉 冻,果冻 冻,果冻 话筒拿来好说话 筒,话筒 筒,话筒 刚才的内容,小朋友,你都记住了吗? 好,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著名的唐诗 《提西林壁》 横看成岭,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时庐山真面目 只原身在此山中 现在呢,我们已经学完了汉语拼音中的二十三个声母,二十四个韵母,还有十六个整体认读音节。 小老虎,你都学会了吗? 学会了 光学会可不够哦,还要多多练习,把这些汉语拼音都记得牢牢的,这样呀,你就能够读出许多美妙的语句了。 真是太棒了 小朋友们,今天为止我们就学完了所有的汉语拼音了,记得回去要好好练习哦,小朋友再见。 小朋友们,要好好练习哦,再见。 再见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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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